修养再好 也有不能碰触的弱点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投鼠要记去 不可不立 大家 你讲任何话 他都能够容拉 都能够包容 只有他这个痛点 你千万不要去碰他 一碰 他就是翻年误情 了不起他后悔 有什么用吗 没有用 死都死了 所以为什么每一个人讲话 刚开始都是要尝试尝试 了解可以讲到什么程度 不然我就回头来 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去碰触他 韩非子把他叫做逆宁 你只要碰到那逆宁 非死不可 但是现在的人很大意 看到一个人个子矮 就拼命说 矮子矮 一肚子拐 你去听听看 凡是那个个子长得矮的人 都会讲 我们家的人都很高 很奇怪 就是他内心有那个痛点 人不是十全是美的 人一定有弱点 这个弱点你要尊重它 你千万不要哪幅不开 专体哪幅 千万不要 这一点英国人是最有修养的 我在英国的时候是租了一个房子 英国人到我家来的时候 他明明约好时间 他到门口 他不会进来 你请他 他说 没关系 没关系 他就是给你时间 里面赶快整理一下 他有这个修养 不像我们这里说 抱歉 我提前来 提前来 人家裤子只穿一半 提前来 你不可以提前来 现在很多人没有这种修养 是很糟糕的 再三请他进来 他知道你已经准备好了 万一你家客厅有哪地方很乱 你会发现那英国人 他始终不会去看他 他始终偏看这边 不像中国人专门看那个 你是干搬家吗 那种能最讨人家演 一个人要顾全对方的情面 这两句话合起来讲 你会受用一辈子 给别人留情面 给自己留余地 做人成功就是这样 国子一是做到的 给人家留情面 你看他对于超恩 他都不翻脸的 因为他知道翻脸没用 只有加速 祸害 给自己留余地 他告诉他的部署 我会回来 不是骗他 给自己留余地 果然不久他会回来 因为只要碰到战乱 你费他不可 他也知道 我被免职 被免去军权 是一时的 我被派去守灵梦 也不过是一时的 一时就一时 什么得不行 我们进一步来分析 就是说 所有的事情 都是你生前就安排好的 这个倒是 我很诚心地告诉各位 你为什么要安排 去守灵梦呢 就是把自己的着夜做好 各位 你从现在开始 你所有的喜怒哀乐 都是你自己安排好 要修的功课 你不要高兴了你才修 不高兴你不修 那你永远还是有很多 缺陷 你把所有不高兴修的 都搁置在那里 你下辈子就很惨 因为所有的关卡都是 你当掉的课目 人生只不过是 重修 以前没有修好的功课 如此而已 所以有人他比较轻松 因为很多他 细细放过一辈子 就是因为他 重修的课很少 只有两三个学分 嘴都没事 有人忙得要死 就是以前不及格的太多 这次统统来补修 这样子这样看就对了 也没有值得高兴的 也没有值得愿谈的 都没有 因为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我们每一个人 你把真相了解以后 你就知道怎么样安排 你的生命 全世界 只有我们中华民族 它有一条很特别的导引线 就是子子孙孙 跟历代祖先 它是紧密地连在一起 大概其他的民族 都没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你看我们拜祖先 我们亲民扫墓 这都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 不只是形式 而是内心上 有这么一种触动 富贵受考就是福禄寿 三全 那三个字 对我们来讲 好像总觉得表达都不美 所以加上一个考字 富贵 大家都很清楚 受考就是长寿的意思 用今天的话来讲 叫做长命百岁 你说郭子余只活了85岁 怎么叫做长命百岁呢 这就是中国人了不起的地方 我们讲百岁 它是有弹性的 就从80岁到120岁 都叫长命百岁 我这个观念 大家真的要好好放在脑海里面 因为你从80岁以后 你的心情就应该改变 改变什么 活一天就是多赚到一天 你用这样的心情 你就活得很快乐 老实讲 从80到120 这40年当中 你什么时候走最好 对你最有利 你自己不知道 老天很清楚 你的祖先很清楚 他一看你 现在走比较好 他就叫你走了 这种心情 才真的是一个老人家 怎么样来生活得很自在的 一个基本的原则 毕经一共有64个卦 其实你把每个卦都读通了以后 哪里什么事情都知道 用不着读那么多书 第二十五卦 叫做无妄 大家一听到无妄 马上想到什么 想到无妄之灾 其实这是传错的 无妄就是没有妄念 没有妄念 一个人没有那种奇奇怪怪的想法 没有那种不正当的想法 无妄是很难得的修养 无妄之事 其实就是太平盛世 大家有没有想到 我们台湾也曾经有太平盛世 我们不要讲以前 我们讲经过现身 台湾最有钱的时候 问题就是很多人动歪脑筋 要这样要那样 我都请问各位 为什么太平盛世 动歪脑筋的人特别多 你要从一句话来想 叫做乱世处忠臣 天下大乱的时候 大家知道皇帝不好当 所以我不要当 我就忠心对他就好了 太平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皇帝很愉快 那我什么让他当 我也可以来当 你从这个小度去想 你就知道 为什么安乐的时代 其实蛮危险的 就是很容易引发你的邪念 你看公司发展得很好的时候 大家都想抢当总经理 总经理就很危险 所以总经理经常要 放出一吹恐怖的 哦 他就坐稳了 哦 这个很危险了 他就坐稳了 你去看好了 像这些事情是外国人 很难的去体会到的 因为中国人他的思想 他是拐弯的 不是走直线的 西方人是走直线的 中国人 整条头下都弯弯强强 这个非常厉害 你看五万瓜上面是天 这三条羊的就是天 因为天上什么都没有 就是能量而已 羊就是能量 各位有没有发现 天上什么都没有 只有云 雾 雨 水 没有任何物质 天上有任何物质 它一定掉下来 一定掉下来 就糟糕了 就会打死人 就会毁坏事物 下面是雷 当天下打雷的时候 我们都会自己默默地反省 我有没有做错事 说是想要打死我的 如果你说没有啊 我没有这种想法 那你就更糟糕了 那就经常会被雷打死的 那让老天经常会对人类发出一些警讯 叫你去反省 叫你去调整 这个叫做上天有好生之德 到现在还是这样 只是大家不了解 你看中华队棒球赛 为什么明明可以赢日本呢 我们的技术不比他差 所以你如果看到我们输给他是因为我们技术输给他 那你是太不懂得棒球的 我们输给他的是教育 而不是技术 论技术我们不会比他差 但是论教育 你看我们只有个人 我们没有集体 我们团体的输赢 各不无关 日本人那一输啊一失败 他整个人都在那折自己 都是我不对 都是我不对 中文一来弄满意 弄那个人 这是差别就在这里 这才是会看事情的人 我们如果教育不好好改革 我们是越来越糟糕 但是教育改革不能寄忘那些教改人士 因为那些人跟我讲的一样 他是不懂教改才会去搞教改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天打雷的时候 你要记住无就是没有 忘是虚忘狡躁 天打雷的时候 你一定要心平忌合 你告诉自己 我又没有做坏事 他不会怎么样 你反而没有事 越怕 你就又乱动 就刚好去碰上 那就叫无望之灾 本来不会死的 你这样遭种 呼吸 那叫做呼吸 你这样慢慢去了解 讲明人话 真的很有智慧 但是现在一般人都从字面上去解释 这是很糟糕的 无望之道 就是犯事 不要轻举万动 记住一句话 有阳就有阴 你把他逼得光光的 他就到下面来 你看这里无路可走的时候 就跑到下面来 这就变成一阳来富 一阳来富 这就是我们看那个股票的曲线 来到谷底的 他一定翻身 这没有例外 闽南话讲最清楚 大跌大跌 下面你就变灌了 一阳人就下来 这一定的 他不起来就走不下去的 所以叫做什么 叫做搏极而富 搏就是天气冷到几乎一片的冰雪 这时候羊就藏到最底下去 所以东勇的人就是在富的时候 就是冬至的时候 外面很冷 他那么勇敢 其实水底下是热的 因为所有的热气都跑到底下去 然后就找到无望挂 中国人的积蓄 这是个美德 一定要保留 因为什么时候都会经得起 风吹草动 你才能够永续的经营 大家千万记住 该准确的时候要准确 该马夫的时候要马夫 这叫做养神 每一件事情看得很清楚 这个一定短命 那么费神干什么 对不对 闽南话一句话就讲 没卡爪了 哪有卡爪 所以我们现在受西方的影响 其实是很不好的 样样要精确干嘛 艳艳不正确也不对 有当时啊 有当时啊 这个才叫做有弹性 一个人一生 不管你活多少岁 你都把它分成六个阶段来看 应该是没有错的 人生最好就是每个阶段 做一个合适的调整 然后你就越走越顺 我们从下挂开始 下挂是雷 雷是什么意思 你看上面两条是阴的 下面一条是阳的 阳就是阳气 阴就是阴气 一经告诉我们 世界上所有事情 都是阴阳的变化 没有其他的 你看人也是阴阳的变化而已 因为你要平衡是很难的 我们常常讲 哎呀你只要平衡就好 就谁不知道 可是平衡是非常胆战的 你一平衡 它马上变不平衡 调啊调到平衡 它马上又变不平衡 它永远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人生不如意识 长八九 十分里面 有八分是变动的 最多有两分是安定的 所以人最要紧是应变 我们现在不是都是原则 原则是没有错 但是你不能应变的话 那是活不久的 你只要没有忘恋 你怎么走都是对的 你看太平时代 你就规规矩矩吧 你就不要老搞新花样 你就没事了 太平时代都是那些喜欢搞新花样的人 把它搞垮了 你看一家公司很稳定的时候 马上就有很多人认为说 这样不好啊太薄瘦啊 我们要做新花样 才搞得天下大乱了 你看我们以前的衣服 就是两种颜色嘛 不是黑的就白的 那文文荡荡 不行了 搞花样 一搞花样以后没完没了 永远都是落伍的 我们现在一天到晚讲 创新创新就表示世界是很乱的 你创新干什么 我对海峡两岸一直讲创新 那些人是糊涂 他不是真的懂什么叫创新 你看一家公司 如果你的产品很好 你要创新干什么 我就凭我这个产品 就可以百年老店 就是你对自己没有信心 然后你的产品又进不起考验 常常变动就表示你不够好 可是现在人 我讲清楚他是不懂 才用创新这两个字 他懂了以后他不敢用创新 中文都是既旧开心 而不可以创新 那个金是不能动的 根本不能动 根据你既有的不能动的原则 你来因应外界的变数 你做出合理的反应 那个叫什么 叫做应变 而不叫创新 因为我们一本孙子兵法就够用 够用 老实讲 每一个人 为什么我们老讲说 死得其所 死得其死 没有好坏 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死才好 你真的不知道 当然一个人死的时候 你总觉得很怀念他 很不舍 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你永远不知道 他这个时候死对他是好还是坏 你要再往后 你才想想说 幸好那个时候他走了 要不然后面这几年他会更难过 我们做子孙的 固然很舍不得我们祖先离开 但是我们最希望他 死得其死 死得其所 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 我们活着的子孙来承担 这个才是我们应有的观念 现在不是 现在说无论如何要救活他 让他多受罪几年 这什么心思啊 对不对 我比较配合有些人他说 我癌症以后我不治疗 因为治疗只有浪费资源 只有增加痛苦 你说多活三年又怎么样 多活三年 那三年学 说的一点意义都没有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是他个人的选择 我们要尊重他 我们不能勉强他 凡是勉强别人的 其实都是存心不良 只是为了你自己的孝心 为了你自己的民结 你治他的痛苦已不顾 这是不好的 一个人连信都会改的人 你要孝心 民改没有关系 信民是分两部分 信是信民是民 那民是改一改 无所谓嘛 信都可以改 那你忘本了 你没有祖宗 你那条线断掉了 所以千万主义 一个人只要记住两句话 规规矩矩矩做人 实事在在做事 其他你都少考虑 因为好的会变坏 坏的会变好 这是老子讲的吧 福是从货来 货是从府来 货府是没有门的 货府有门 你就大家都往那个府的门去转 货府没有门 它随时都变化 其实益金就是一个开关原理而已 你看我们现在开关开关 灯 一开一关 很灵活 我们现在就是开关不灵 所以很糟糕 人类只有一个原因会死掉 就是被气死的 你接下来问 被谁气死的 被自己气死的 所以我常常劝很多年轻人 不要嫉恶如仇 你嫉恶如仇叫什么 天下就是有那么多坏人 才会表现出你是好人 如果大家都是好人 那你说不定变坏人了 因为你是好人的初级班 人家是好人的高级班 所以应该很感谢 我才知道有这些都变坏人 人家表示我没有变坏 这样想法就对的 一阴一阳就告诉我们 天底下不可能只有好人没有坏人 坏人有他的任务 你不要认为坏人是没有任务的 你要记得 你怎么走 你前面永远两条路 一条叫货 一条叫负 所以人生就是做出明确的选择 这样就对的 什么叫命运 就是你自己的选择 这非常清楚的 你要走哪条路 你去走 只要是你自愿的 不是被迫的 只要你发自真诚 而不是为厉害关系 我讲这一番重要 你为厉害关系就叫做自作自受 人为人 你发出真诚就表示我听天由命 一个人 五十岁以前 你是没有条件 听天由有命的 因为你还不懂什么叫天命 五十岁以前 不要相信天命 因为你还不知道天命是什么 五十岁以后 你应该知道天命 我那么努力 既然连个部门经理都没有当商 那你怎么说 实业命也 我就好好干我的课长 就好了吧 你看很多人当课长 当得很出色 我就当纯理干事 替大家服务 很好 我会不会一天晚上几 没有必要 这叫做知天命 以其早成功 不如晚成功 以其晚失败 不如早失败 没有错 一个人活着 哪怕你活一百二十岁 也不过是一百二十年 还是很有限 但是你对你后代子孙的那种感染 那种叫化 我觉得人生最要紧是那两个字 叫做叫化 你一生都很愉快 也很快过去 你一生都很坚固 也不够那几年 都是很胆战的 你要考虑长远一点 我这样做 后代人有什么看法 我这样做 对后代人有什么不良的影响 你看一个人 他可以 几十年不跟公公婆婆说话 就是为了公公婆婆说 你没有家教 这样就更没有家教 公公婆婆只是关其门来 说一句话而已 你就公开让大家知道 说我是个没有家教的人 你要不要命 可是台湾社会 是没有评价制度的 还那么多人喜欢 看他的东西 听他的话 我觉得很奇怪 非常奇怪 这就是我们没有选择的能力 我只要看到影子 赶快转台 因为我不能对自己有损过的人格 他可以我不行了 一个人就是选择就是判断 其他都是假的 这个才是你的功利所在 一个人常常讲你的生日 你就让老天爷知道说 原来你活那么久了 收回来 你干嘛去惊动天地呢 干嘛呢 你安安过自己就好了嘛 你没有权利去告诉人家你的生日啊 就逼着大家要叫你生日快乐 然后心里想你算什么 这非常不好的现象 这是没有智慧 千万记住 你做好也做到 恰到好处就好了 做得太好 那个最坏的坏人 就是你引出来的 他天下有一个这样的好人 就有这样的坏人 他会跟你旗鼓相当 而这个坏人就是你把他造出来的 你以后要去偿还 这非常麻烦 大家记得 人是不能忍耐的 因为你忍耐 总有一天忍不住 事可忍 手不可忍 那就完了 那就功亏一亏 你要把他认为 这是理所当然 这是事所必然 我刚好碰上了 我要妥善去应应他 我没有委屈 这样才能持久 你看我忍 再忍 第三次就不能忍了 我们过程都是这样 你看你的老板 你跟你的老板 忍 再忍 有一天就太阻止了 你要我忍到什么时候 赶紧忍了吧 那就完了 就完了 老板有老板的口中 干部有干部的为难 员工有员工的无奈 三句话就讲完了 这样的话你就知道 将心比心的重要性 我在英国的时候 我就发现 有一批台湾人过去那边创业 创得很好 有一天吃饭 我说 你们怎么会选英国的 创业 哪有谁选 哪有谁选 怎么选 我们都是老板 派我们出来的 我们才得到机会 我说那你出来以后 你怎么又叛变呢 又自己开门后呢 他说我们是 不忍那个老板 对我们的态度 怎么又改一改 年轻瘦这样还可以 现在年纪大了 还是那么明面子 干脆自己出来 我说自己出来就很好了 他说有什么好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们才发现 我们越来越像老板 其实很多事情 就几句话你就讲完了 当你不是老板的时候 你看老板一百个看不关 因为你不知道 他的处境为难 当老板会觉得 怎么日子那么快 一下又要发薪水了 当干部会觉得 怎么日子那么慢呢 那么久 他完全是矛盾的吧 他说当了老板以后才知道 原来老板是不得已的 我们也没有办法 只是当时太年轻 不了解他 我说那你 怎么劝年轻人 他说我劝年轻人 有老板可跟 还是跟老板比较好 我们是搞到没有老板可跟 只好自己出来当老板 所以很多传言其实是错的 错的 我们都说中文喜欢当老板 没有这回事 因为我反问太多 我是学那个叫做 就是叫做实证 我是学实证的 任何事情你没有去证明 你管是听呢 不见得妥当 我问很多老板 你喜欢当老板 他说我哪喜欢当老板 我就是年纪轻不懂啊 跟老板吵架 吵到没人敢用我啊 只好自己出来当啊 那是古本二生的 你怎么知道 讲得很有意思 你人在府中 你要吸附 你要知道 能够有现在的状况 已经不错了 几世修来的 你不要胡搞八搞 不要把自己整垮 也把别人拖垮 我们现在最大的本事就是 把自己整垮 把别人拖垮 死了以后会很遗憾 我跟你讲 很多人老是在死了以后才遗憾 我觉得不好 生前你就要知道 我死了以后 我会有什么遗憾 这就对了 这几句话非常重要 心存天理 去掉私欲 就和无望之道 什么叫无望之道 我们修行修行 最后就修到无望 我没有杂念 我没有利害关系 我也不想七级避凶 我只想该来的 我都面对 该不要的 我不要贪心 这很实在 这非常实在 其实你要也要不到了 你不要他跟着你来的 很有意思的 人 记住 我们一生努力 从什么 从求人到不求人 你越早能够做到 越不求人的话 那你的修身 就比较有效果 年轻人不可能不求人 不可能 你不求人你不活嘛 你怎么讲 老天一定要你去历练 受苦 才知道求人的难处 我曾经在一个场合 我说你们来表演一下 向我借一万块 来 站起来 踢踢阻盾 我说你看看 你连开口借钱的本事都没有 你以后怎么办 对呀 平常好像认为说借钱很容易 开口就好了 没有那么简单 当到你真的要借钱的时候 你才知道连口都开不了 就是没有吃过苦头 我们只希望一个人努力去理念 去磨练 到了五十岁以后 你会晚上睡得好 为什么没有挂爱 明天是明天来 反正天天有命 天天有命不是消极 不是消极 天会替你安排 天的安排对你绝对是有利的 因为上天有好胜之德 而命是你自己安排的 天帮助你 是看你有没有平良心 对老子讲得最清楚 天道无亲 常以善人 只要你平良心 老天就帮你了 所以我反对大家有自信 现在大家说有自信 中国人是对老天有信心 不是对自己有信心 我对老天有什么信心 一个信心而已 各位你可以试 就说老天 像我这么好的人 你不帮忙 那你还有事做吗 对不对 就这句话就够了 就够了 你不要求他 你求他 这个没有意思 你求他干什么 你求他他好像为难 他一看 我一样的 我一样一着来 如有神助 如有神助 不请自来 那才是真诚 就是用你的真诚 去感动天地 天地就包括万物在内 天地是包括万物在内的 人类太相信五官 而五官经常是骗你的 人类最不相信就是第六感 但是第六感是最诚实的 所以老实讲我们讲益经 讲来讲去 普挂也好 做什么也好 都是引发你那个最原始的第六感 你这个引发不出来 你的书是白读的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 他为什么会姓王 因为他最后那个叫戒尸还魂 戒尸还魂的那个 是他的妈妈 他们家姓王 可是真正的灵魂 是鬼 就是被龙王 一巴掌打死的 龙王的女儿的灵魂 这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结合 那爸爸有没有人 当然有人 没有爸爸怎么会有妈妈呢 可是你去报复口 你这样讲的话 一定被骂 你胡说八道 你看我又说明了 说真话经常有人说你胡说八道 说假话他听得头头是刀 我们经常被迫 不敢说真话 这就是人类社会 为什么 太相信制度 太相信法律 你身份证是真的假的 谁不知道 有的是真的 有的是假的 像我的身份证 没有一个对的 为什么 是我爸爸去填的 我爸爸什么都好 就是数学比较不好 他现在我儿子什么时候生的 填一个的 他也很神 三个数字 年月日 没有一个真的 我相信很多人这样的 很多人到了五六四岁才去改 说我当年有早报了三年 现在我要退休了 这样不行 我要往后年 那干脆玩五年算了 数字永远是做参考用 不那么准确 他要整理的时候 就说他很准确 他要图立他自己 说他说这就做参考用 这就叫谋略 谋略不是好事情 我已经在讲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西方人重视 看得见的行为 中国人重视看不见的动机 你动机是纯正的 你作假也没罪 但是法律不能接受这样 法律是看行为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希望 我们走上法治国家 这是我非常反对的 我每次都讲 只要我们事实法治 我灵过就美国人 因为中华民族之可爱 就是他有情 有情的人不会完全讲法 他不会 因为那个法是死的 情才是活的 所以我们现在整个社会 有盲目的 我很讨厌这些盲目的 说什么同理心 那西方人有同理心 中国人哪里有同理心 一旦我们有的同理心 我们就完全没有同情心 你看现在没有同情心 就是这些少数人在那里自作聪明 同理心 同理心 而且讲得还很现代话一样 全世界人 全世界人都讲理 但西方人的理是法理 他从法来 他只要合法 他就是合理 那是死脑筋 中国人的理是从情来 情境不同 各种复杂的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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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理是会变动的 一个情理 一个法理 你怎么可以把他看成一样呢 我没有看不起年轻人的意思 但是我要警告年轻人 年轻人只有在打电动的时候 他是超过老年人的 其他的你还要小心一点 还找得很呢 你去看那些 说得头头是道 写得头头是道 可是我们用起来就是不行 尤其现在的人 满脑之后都是欧美比我们先进 然后写的都是他们的玩意 我们哪来做 最后还是自己人 所以很多人跟我讲 我干脆不学书话的 因为学都没用 不像以前 以前中国人写的书 就是给中国人看的 你看现在很多人一听到中国人 他就反感 国际话怎么还可以讲中国人 国际话就没有中国人了 为什么国际话就没有美国人呢 这些人的脑袋 我是觉得非常有问题 国际话有美国人 国际话也有中国人了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只好 要好好认真去选择 其实我今天讲得很清楚 人生就是选择的过程 你选择对了 你就很幸运 你就很有福气 你选择错了 各位看到满街都是选择错的人 他为什么 他摔逃善气 他为什么愁眉苦脸 就是选错了而已 你看家庭 你选错另一半 你一辈子在那里愁眉苦脸 那个小孩来投胎 选错了不过 他一辈子倒霉 那实际上你要缠进来 人生有太多的机会 但是我们无从选择 市面上有太多的书 我们无从选择 然后就凭自己兴趣 很好很好啊 回去害谁 只会害自己 因为我们没有选择的人力 所以在学跟不学当中 我们也要学习 学习怎么去学 学习怎么去不学 其实孔子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今天人的错误 就是我学一套要回去用 这是大错误 你干嘛学一套回去用 家庭教育是你家的事 你看孔子讲这四个字 叫做学着不顾 就是学了以后 我更有弹性 我不顾值 你看没有学的人都很固执 这个话很好看 你有没有想过 你凭什么说他很好看 你有那个能力吗 你有那个资格吗 你说这个话不好看 那我又问你 你有这个能力吗 你能说他不好看 你标准在哪里 都说不出来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胡说八道 我们很固执 就是这样 越固执的人 他的人生是越痛苦 因为他就没有弹性 学是学给我们不固执 回去要看自己的状况去调整 然后那个时候才折善固执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去听老师讲课都说我来选你这套回去用 基本上这种心态就是错误的 我要怎么教我的小孩 我去问隔壁 然后把那一套拿回来用 也是错误的 因为我的小孩不是他小孩 不一样 我也不是他 也不一样 我们一定要自己去调整 但是我发现一个很可笑的现象 就是我们的家庭教育 没有很用心去经营 我大学本科是师范大学 是学师范的 但是我在大学里面教书几十年 我可以告诉各位 大学教授里面大部分是没有学过教育的 而且是不懂教育的 他有学问我承认 但是他不懂教育 因为他不是师范出身的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小学老师一定要学过师范 一定要懂得教育 但是大学老师 百分之八九十是从来不懂得教育的 他可以当大学教授 这是我们很奇怪的现象 没有人是天生的教育家 但是你看大家谈来谈去 谈什么他不敢谈 谈工业我不懂 谈电力我不懂 谈商业我外行 谈教育就是这样 他每个人都懂得教育 是奇怪的 这是我们每个人要去反省的一点 你凭什么懂得教育 你凭什么 但是满街都是教育家 你找不到几个工业家 找不到几个贸易家 找不到 但是满街都是教育家 我们都知道事业要经营 我们都知道工作要经营 从来没有想过家庭要经营 没有 你说家人要父爱父性 但是父爱父性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不是 为什么儿子一定要相信爸爸 为什么 所以我们从这些问题上面 我们就知道自己是 又无知又不学习 那你怎么能父母扮演的好 当然做不好 所以变成什么 变成做不好才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现在人 有一个很可笑的观念 叫做求心求变 我们经常听到说 你不创新 就等于死亡 你不求心求变 一定是落伍 我现在问各位 这种话对不对 大家就说对啊 从不对 每个人都这样讲啊 我希望各位 要认真一点 对自然科学来讲 求心求变是对的 因为科学要不断地进步 我们有太多不懂的东西 逐渐地去创新 去了解 但是人文社会 是不可以求心求变的 你变到最后就乱套了 我问你 你吃饭用筷子 你一辈子变了没有 你变了没有 你要求心求变 从今天开始吃饭 你跟我筷子丢掉 你去吃吧 你从小到死都是用筷子 你求心求变什么东西 男犯人不要吃米饭 北犯人不要吃面食 来吧 今天衣服这样穿 明天衣服到了穿 试试看 现在就是大家满脑子求心求变 搞到衣服不像衣服 男的不像男的 女的不像女的 我相信以前我们一眼看去 就知道这个人是男的女的 现在鼠也没有把握 你就问一个人说 那是你女儿吗 他说我儿子 我女儿 他说很像你一个妈妈 我是他爸爸 我他妈妈 你看完全完了 以前会吗 以前不会 自然科学是可以求心求变的 人文社会是没有办法求心求变 你看艺术家多可怜 你怎么求心求变过你 笛子就是笛子 钢琴是钢琴 你从古那个钢琴就没有变过 那今天这要怎么样 只好一会踩一会用脚去踩 用头去去谈 这就这样 那就乱变 这样会成为好的音乐家 我一百个不相信 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好的音乐听 胡琴也没有变过 没有变 人家拉得好就是拉得好 现在不行了 现在用手不能拉了 那怎么办呢 那就开始人真的晃来晃去拉 晃来晃去拉 那个胡琴会拉得好吗 人家是听你的胡琴 还是看你这个人在动 为什么不动脑筋想一想 然后我们家庭教育跟着求心求变 变到最后 你的儿子变活生生的白老鼠 就是让你搞实验的 他不是白老鼠 你不能把你的子女当作猴子来耍 他要过日子的 他后面路很长要走的 为什么求心求变 你真的要求心求变 我劝你 你让儿子一个礼拜上课 一个礼拜不上课 就在家求心求变 为什么天天要大上课呢 自然科学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事情 我们是不了解的 所以科学家兢兢业业 我们很佩服他 一点点小发现 就很难得了 年轻人永远不知道老年人的感觉 那老年人为什么了解年轻人 因为他是过来人 他知道我是这个能力 一定是这样 我们就想到 孔子在论语里面有一句话 民可使由至不可使之至 很多人把他美化 民可使由至民不可使什么 其实他就是那句话 老百姓你就能够规定他怎么做 没有办法跟他讲 为什么要这样做 没有办法 等你说到大家都知道 时机整个没有掉 千万记住 这是民族非常大的坏处 民族一定是多数学 但是中华民族的学业里面 根本就没有少数 不从多数这种概念 易经告诉你 少数比较重要 叫做乌以西未贵 不然的话 我讲一遍 你一辈子不会忘记 这个狗人 骗几百的饭汤的比较好 你这话就讲完了 老讲人类永远是少数人才是聪明 多数人都是福利福祷的 你现在这样福利福祷 能做主 所以聪明都袖手旁观 你看现在大家照相都这样 台湾其实人才很多 但他出不来 出不来不是怎么样 他自己也不愿意出来 很坦白讲 你要事态到这个业部 他出来干什么 就算了 是没有泰富 有泰富也到泰富 那有心事更好 这个是很大的危机 他最好的就是做好退休前的传承 我想这一点也是我们现在 所有大企业一个共同的问题 你只要这个做不好 那后面就会产生 很难看的一个状况 但是要切记 这三句话很重要 赢则满 满则义 亦则损 我想这是天道了 你看一个水池 如果它 倒得满满满的时候 它水一定是往外溢的 溢酒了 就会伤害到附近的 所有的景观 这是 不会改变的自然规律 不要过分隐瞒 才能够永远保持 努力和发展的空间 物资不可以隐瞒 精神更不应该 老实讲 物资的问题还比较容易解决 精神的问题更难 满则交 交则傲 精神的隐瞒 比物资的隐瞒 比物资的隐瞒更可怕 你看有钱人 他的后代 经常是做出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就是因为他心态很骄 一点不谦虚 买贱 卖贵 是三人的本能 但是三人的眼睛 不应该老盯坐前看 否则就会变成奸商 你必须把眼睛 也看看其他的东西 你才会复刑其得 我想这个 是值得流传的 钱财是让你积得的工具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非常清楚 钱财不是目的 它是手段 它是工具 它不是目的 人赚钱是最好 不能赚钱 其实照样可以提高品德的修养 照样可以 那讲到这里 我们就很清楚了 人生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品德 这辈子提到这里 那下辈子再提高一点 下辈子再提高一点 所以一个人退休以后 不要老打麻将 老搞那些东西 老天给你 保留在最后的时间 跟精力 来为你自己的下一辈子 打好基础 很少人知道这一点 退休 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其实这次对不起自己 老是想退休以前 你没有办法 你要上班 就我现在想到最愉快的事情 就是我不需要上班 我不需要上班 我有时候也想 如果我现在还要上班的话 那糟糕 男生糟糕 那有够朋友 但是呢 我比以前还忙 但是这个忙 我觉得我很高兴 我不会说非那样不可 因为我不是为这辈子 我为我自己的下辈子 做基础 人要为自己的下辈子 打算打算 你下辈子 你要选父母的时候 你的那个选举的 这个力道会大一点 你看像一对父母很好啊 有很多人排队 要选他当父母 记住啊 父母是我们自己选的 所以你才要孝敬他 不然你孝敬他干什么 你凭什么孝敬他 所以爸爸脾气不好 是你选的 因为什么 你需要打嘛 那你要抱怨什么 你为什么要抱怨呢 奇怪呢 你不需要打 你选一个比较温和的嘛 我讲这些话 都是经过多少年的这个 从那个很平静里面 去悟到的东西 那大家都要选这样的 这个好的父母的话 你就要按照你 屡次的基下来的功德 有优先顺序 那选不到就要选其次嘛 那没办法 你这辈子 用杠杆原理 把你的下辈子 起点提高一点 然后下辈子再提高一点 你很快一往生 就可以当什么 当土地公 土地公是天上的骑马官 叫做八子等 你去看那些土地公 都是有名有姓的 就是说他在某个地方 生前热心照顾 邻里 服务 有功德 然后老天当他往生以后 不会派在本地 就派到比较远的地方 当土地公 所以你看土地公庙 不可以太大 就小小 因为他官小 而且土地公的庙 最好不要对什么 县政府市政府 不要 他会很抱怨 因为他看到这个市长出来 他就要站起来了 他说累死了 你换一下 我不要看到他 他吃吃吃 跟我没关系嘛 我讲的都是真的 这一套系统 其实只有我们中国人懂 外国人真的不懂这些东西 外国人一切交给上帝 我们一切交给自己 我想不同在这里 不同在这里 根本的不同就是 西方人一切交给上帝 而中国人 他告诉你 一切交给自己 都你自己做神 有没有这句话 都你自己做神 下面加一句话更妙 不要坑坑啦 这个是自古以来就在传这些事情 有什么坑坑 都你自己变成这些呢 你看国语是怎么讲的 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子 你七搞八搞搞成这样子 是自己搞的 我们一切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所以你要改变你自己 只有靠你自己 外力都是不可靠的 求天天不应 求地地不灵 还加一句话 求人人不理 谁理你 反求诸己 从心态开始调整 不管做什么 你都按部就班 顺序渐进 不要一下求满 一下求盈 天道计满 人道计全 不要求全 有一点点缺陷 才有努力改善的空间 这些都是很平常的道理 但是永远不会错 我们现在非常重视民意 但是民意能够再周 也能够复周 民意把人捧得得意忘形 就得到民意 就忘记知道是谁 就叫得意忘形 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 蛮多的 民意把人点得灰头土脸 你就看不出自己是谁 但有谁敢公开反对民意呢 这是现代人的无奈 人类到底是进步和退步 那只好苦笑 你说呢 那没办法 所以人老实讲 问题是自己要去承担 要去化解 那我为什么讲这些话 就是因为 我们走西方路 走到2015年 大概已经走不下去了 已经走不下去了 你没有一个拐点不行 2015年 是 开始改变的 真正改变的年 是2016年 你看 下面这四年很有意思 下面这四年是哪四年 猴年 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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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跟以前那八年不一样 对不对 猴年就是72变了 全世界都在变 变得叫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我为什么那么关心美国 因为美国如果说 他一直没有 警惕回复 对美国是有救的 你看前几年 当美国失业率非常高 经济非常不好的时候 老百姓开始反省 我们太奢侈了 我们不应该这么浪费 我们应该按照上帝的规约 我们好好的 过平时的生活 那美国就就救了 就没有啊 一会儿让他说 哦来了 他又忘记了 又得益万行 独意经人 看事情是要看那个根本的地方 而不是看表面的现象 表面现象都是假的 背后那个真的东西 你才要抓住 天下是有一利必有一弊 有好就有坏 你掌握到这个 你就知道 一句话就解决了 随时要调整 不可以说 我就是这样 我这样很好 我就这样走下去 那永远是错的 要变动 但是变动的学问很大 你看今年过年 我们可以看到都在乱变 都在乱变 你看各种奇奇怪乱都出来的 这个都是天垂象 告诉我们今后几年 会怎么变化 我们也会找到实战的时间 这两个字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有迷信 就是那些人他不懂 他就把它叫做迷信 江子牙 他的学问 叫做阴阳学 因为他本来就有阴有阳 你看很多大学问家 现在在阴间七七参残 可是我们不知道 因此我的第一句话 请各位把迷信这两个字去掉 因为他是不存在的 不要迷信 但是不要把看不懂的东西叫迷信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当初创造迷信的这两个字 永世不得操生 但是你不知道你还是受害者 不要迷信 绝对不要迷信 但是我们看不懂的 我们看不见的 我们听不清楚的 我们想不明白的事情 还很多很多 那不叫迷信 中国人的信是跟妈妈走的 所以你看信这个字 一个是女 一个是生 妈妈生的 老实讲在很古老的时候 我们只知道自己的妈妈 很少人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 只知其母 不知其父 你爸爸走了吗 不见了 不知道到哪去了 可是你永远跟妈妈走 所以你看信那个字 就是女字旁 他把你生下来的 你就跟他信 中华民族永远永远 我说的是一直到最后 我们一直是官本位 你把他选出来 他说了算 他就不听你的 你怎么样 在民族也没有用 这都事实告诉各位 谁叫你把我选出来 算你倒霉 我说算 他已经在证明说 只要是中华民族存在 不管这个人留美留英留什么 只是拿学问回他而已 他不会改变他自己的 闽南话 一个字讲完了 阿爸 然后他告诉你 最阿爸就是这准娘的 各位就没有了 我讲的不是批评谁 而是告诉你 你要接受 这是我们的道统 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 自始至终就是官本位 一个人有德 重要不重要 不能说不重要 但是不能说重要 像这种话 是现在人很难听得懂 我请问各位 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 人要靠自己 要靠自己的努力 到底对不对 你如果认为对 你要小心 你太粗浅了 因为这种话 谁都会讲 凡是谁都会讲的话 就是没有价值的 你光靠努力有什么 你光靠努力有什么用 那是基本条件 不用说的 就好像公司要应征人 所有来验证人都是大学毕业 你用不问 你是不是大学毕业 废话 从始要这样会听话 你才会提升你自己 什么都不可靠的 努力最重要的 你要好好努力 这种话不必说的 因为那小学生 学作文都会写这一段 那你问人家说 为什么努力的人 最后没有成功的 很多呢 这才对啊 就是德性不够 可是有的德性 并不代表你能成功 你要重视法 什么叫做法 就是有一套办法出来 这一套办法还不够 还要有些素 像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说 江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 是真的吗 当然是假的 可是为什么要来这一套 它就是素 老实际上你跟老百姓讲道理是没有用的 他听不懂 就是因为听不懂才叫老百姓嘛 对不对 从汉朝以后就说只要道德好就好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对道德很怀疑 就是这个方向是错误的 道德是起码的 是基础的 你有了道德 你只能独上其身 你没有资格出来做什么事情 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要一套方法 你要讲一些手段 手段也不见得是坏事情 你要让人家的感觉很好 而不是说我保证我是为你们 这话谁不会说 老人家什么叫人民 什么叫老百姓 我就问你 什么叫人民 什么叫老百姓 人民就是说只要你是人 你就是人民 但是你要懂得我 你要了解我们的道统 你才叫百姓 这些人是有区别的 我们最新的名词叫做few 你让大家没有few 你说我绝对是为你 没有用 说得四也没错 这句话说他很奇怪 没有读江太公 老人家做一个政治人物 真的不容易 中华民族不论你是什么学童 不论你长成什么样子 不论你的来历 他都不论 他只论你有没有尊从道统 你尊从道统 你就是中华民族 你不是 你拿什么证明都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中文事情 其实很简单 看你的动机 不是看你的行为 如果纯粹求生为 那一共只有三个团 你们三个团都参加过 你们跑了跑去吗 可是有人说 我只认老百姓的公共利益 我不认党 我们觉得 这个人不说 你慢慢从这里去想 你可以知道 一个是为公 一个是为师 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各位 我们现在为什么那么努力 就是要改变 我们用推翻了 因为推翻大家会受不了 要改变现有的普世价值 不可能走上 Global Village 地球村 不可能 我们用世界大同 来取代地球村 人类才有幸福可言 因为地球村这种观念 它跟我们王道思想 是背离的 它是西方所造出来的 他们所讲的地球村 就是我说的算 你知道我的 你就对 你不知道我 我就打你 那算什么地球村 这样各位才想通 为什么每次 他们开会的时候 外面都很强烈的抗争 就是地球村霸导 我为什么要听你 可是我们世界大同 不是这样 世界大同就是 大同小异 求同存异 我们遵从每一个对方的 不同的习俗 所以讲到这里 大家应该很清楚 中国七千年来 没有真正的完全同意过 因为我们不需要 我们同意到差不多就好了 你干嘛求一只 向来是如此 中国人是最会考试的 你怎么考我就怎么答 答完我很老实 考完全部还给老师 什么都忘记了 谁害的 就是汉朝害的 然后又用科举 科举一旦到了明朝 发挥到极致 科举就没有了 我们这次讲四个人 你从头到听完 你会知道 一切都是物极必凡 在座有没有哪位认为说 已经够长了啦 再活下去没 没意思的 有没有 没有 我一个朋友 已经七十四岁 前几天碰到我说 我年轻的时候 去算命说 我很长寿 我就问他能不能活六十岁 那时候他六十岁就长寿了 他不止不止 之后再三问说 其实是 你看很神啊 他说我就非常开心 现在想不对了 没有几天了 腰还没够开呢 这人啊 很奇怪 当老板 很辛苦 很辛苦 那怎么办 还需要干啊 那不干怎么行呢 那就说这是责任啊 呼吁我没输啊 推不掉啊 人 再怎么样 也想活久一点 所以最好是什么 藏身 永生 你看汉武帝 秦始皇 都做这个梦 可不可能 到现在证明 不可能 不可能 怎么办呢 人类还是不死心呢 所以西方人就告诉你 一个很简便的道路 一个字 一句话 讲完了 信我者 得永生 你如果相信我 你天天念我 连吃饭都要接受我 永生 到青年为止 也是没吃 只是听得很安慰而已 但是中国人办法 是做得到的 中国人告诉你 你只要有本事 让人家永远怀念你 永远不忘记你 你就是永生 中国人最厉害 就是这个 如子 如 哪青青 没吃没吃 不过哪青青 对不对 随身有死 随死有生 有人好像生着 大家不当他以为是 把他帮死人看 可是有人呢 死了 大家永远认为他 好像活在我眼前 中国是有这么一些人 像老子 死了没有 没有 孔子 死了没有 没有 秦始皇呢 我不敢说 我不敢说 中共我不敢说 这很妙耶 这非常有智慧的民族 你只要三不朽 你就永生 你就要真的做到一个 其实就可以永生 立德 自古以来 立德 立德最好的 我们知道 有哪些人 立言 有哪些人 立功 那更多 但是 大多数 听到这些话 都会摇头 做不到 没有办法 那怎么办呢 那做不到更简单 你就生个儿子就好了 那你从小就是他 心中要有我那个老爸 亲民拉着他去祭拜 将来我躺在这里 你要来拜我 就够了吧 这样你慢慢就了解 为什么生儿子那么重要 他是有道理 你生女儿 他不一定回来拜你 太远了 伏价不高兴 所以你老大在批评中国人 这样那样 我觉得很奇怪 你到底在讲什么 你没有弄清楚吧 全世界 只有中国人 是祭祀 祖先 叫做香火不断 所以你说不能烧香 那香火就断了 你要想办法 我不晓得哪位 希望自己香火断了 我不知道 我觉得你先问各位 郑和有没有后代 没有才怪 那你就很小心 他是太监 怎么有后代呢 中国人太监都有后代 怎么没有后代 我自己不能生 我找别人生可以吧 我领养一个可以吗 我一个都不能生 我领养个几百个吧 要不更多 他自然有一套办法了 香火断了 你们家的家世 不见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我一再提醒这一点 我们灭人家的国 不灭人家的族 就是让他的香火 要继承 中国人最不能接受 就是你灭他的香火 那我问你要不要烧纸 你到现在庙里头去看 他都说不能烧纸 因为环保 对不对 那你如果跟里面的主持熟一点 你问他要不要说 他先看看你可靠不可靠 他说 不修内塞 后山烧得更多 我没有鼓励啊 我只是不反对而已 因为我没有权力否定 也没有反对肯定 这种你自己的事 其实现在很多很多的事情 都可以印证的 一件事情最重要 你很奋斗 很努力 为什么始终没有达到 你理想的境地 一个血统非常好 政治世家的人 为什么一下断掉呢 我讲给各位做参考而已 我们每一个人要觉悟 我们有今天 都是承受历代祖先的 负德在印我们 等到你把他的遗印 通通消化关了以后 你们家就开始摸摸了 你看末代的皇帝 其实都是很厉害的 就是因为知道 他们家要香火怪断了嘛 然后就有人自告蜂蜂 来投胎 我来承接你们家 可是他才知道 没办法了 你真的要从这方面 去好好想一想 你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否则你永远想不通 有人是很着急 要生儿子 那生女儿怎么样 其实啊 时代到现在 生女儿跟生儿子是一样的 但是既是不能断 更是一样的 你发现现在 大陆 他是一态化 他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那这个小孩子怎么办 这就是全变的 所以有人叫我取名字 我就问他 你男方姓什么 陶姓王 女方呢 姓李 我说这个小孩 就叫王女生嘛 这不是吗 这最简单的 他们一听也有道理 王女生嘛 那你两家都拜 对不对 这边是某府 这边某府 然后历代 主线白位 祭祀不能断 不一定男方在传 不一定女方在传 都可以 一起传 那更丰富 两家的这个 家风 可以做一个 我不太喜欢用整合的 做一个融合 任何时代 都有它新的变数 但是根本的原则 不能改变 否则就没有了嘛 就不见了嘛 我们存在不存在 是看那个根本存不存在 而不是在乎 那个变存不存在 因为变都没有超过几年 对不对 你看那个骑马屋 能有多少寿长 没有多少寿长 马上有人骑猫了嘛 对不对 那都不可能长久了 变来变去 变到最后 都是昙花一现 就是告诉你 这些是不长久 那个是不长久 但是有一个东西 它从来不会变 那才叫做常常久久 它立功方面 大家是非常清楚的 辅助 你看我们用辅助 没有用指导 没有用辅佐 因为它有什么资格 指导人家 它有什么资格 辅佐人家 它只能帮助 谁能够让我帮助得上 能够配合我的要求的 我就 我讲到这里 还是要提醒各位 世界上有阴就有阳 有看得见的部分 一定有看不见的部分 我们现在科学只告诉我们 你要相信看得见的部分 你是不正确的 不全面的 是害自己的 他的大功 读源自大德 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我现在这句话 大家好好去感受一下 你终身没有吃过苦 就是你这一辈子 没有积德的机会 没有 所以一个聪明的人 吃苦跟吃补一样 他补的是你的德性 我受人家侮辱 我不吭气 我就增加我的德会 有人已经十年 不跟他的公婆说话 就是说 他说我没有家教 那就更没有家教 更没有家教 他侮辱我的母亲 他这样更侮辱他的母亲 他完全不懂 一声百分 不懂的人 没有机会 是阿弥陀佛 不懂的人 还有机会 那就服役一旦 这就是他阴阳两面 没有照顾到 我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我们现在小孩很可怜 他所看的都是 这些不正常的想象 但是他很想 跟他们一样 那就完了 那真的完了 我受到侮辱 我不说话 才证明我的家教是好的 我这么一分析 大家就很清楚了 凡者到之洞 到他的洞是相反的方向 不是顺的方向走 你越顺越往下走 你看 如逆水行舟 飞机是顺风好 还是逆风好 鸟是逆风安全 还是顺风安全 你自己可以想 当你走得很顺的时候 你要特别小心 怎么那么顺 我要特别谨慎 你看胡玄的妈妈 就常常跟胡玄讲 儿子啊 你怎么赚那么多钱 你要小心 一般的妈妈是说 太好了 儿子赶快 趁现在运气好 赶快多赚一点 那就是揍小孩去死 胡玄的妈妈 一再提醒他 这样不是好事情 你要特别小心 最后还是免不了 像溜滑梯一样 人生你超越了多少个障碍 这就是你修行的功课 现在很多人老讲功课功课 你也总认为说 这是我自己在修 其实不是 你经常会碰到不同的状况 你如何去面对 如何去跨越 如何去化解 这才是你的功课 功课不是你安排的 是外界给你的 我讲到这里都会想起 我在台南的一件事情 我到一个道场 那个是擦得干干净净 非常的漂亮 外面有拖鞋 我不会那么笨 我一看就知道要换拖鞋 可是我就偏不换 我就穿皮鞋就踏进去 而且慢慢走 故意让他们知道 那个人 又换拖鞋 我说你错了 我穿皮鞋 让你有修炼的机会 其实大多数人都是在害人 认为我很规矩 我很懂事 我就照你去做 最后他是完了 小孩也是一样 你太迁就他 你是在害他 完全在害他 人生在世 你的价值 不在乎你有多大的名望 你有多大的财富 你有多大的多大的多大的什么东西 人生的价值 在乎你这一辈子 尽了多大的责任 就一句话就这样 你老靠说嘴巴劝人家 劝杀呢 没有用嘛 没有人听你了 可是你完全是在那里 用武力来征服人家 也没有用 英国人最大的贡献 就是他花一百年的时间 告诉世界上的人 我英国的船间泡利 我工业发达 我就征服全世界 变成日部落国 最后是一场空 这是英国人最大的贡献 没有用 你征服到人家的身 你征服不了人家的心 子孙一定会报仇 那你有货币呢 你为了一时的心证 你遗害子孙 都花不来 所以可能要恩威并志 你看当老板一点威都没有 你就糟糕了 可是你没有恩 你也糟糕了 威是震慑用的 所以现在的武力 大部分都是用震慑 我这么强 看你敢不敢 敢你就来吧 你看最近的状况 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会不会打 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但是我告诉各位 不会打 什么道理 因为物极必反了 当武力太强盛的时候 谁都不敢动手 因为动手结果都是两败至上 没有好处 但是我们最怕一种人 叫做神经病 他没有得到任何指令 他没有 他就按下去 完了 最怕就是这个的 所以以后当兵最要紧是说 你有没有这种家族遗传 有的话再好我也不要 你绝对不要 因为今后就是按钮战争了 自然一按 完了 全完了 但是各位听了还是可以放心 因为第一个玩的是美国 所有全世界只要他有一颗洲际飞弹 他的目标一定对准美国 因为你对准别的没有价值 对不对 你说北韩有个飞弹对准台湾 我们笑笑 全世界都笑笑 北韩如果有一颗洲际飞弹 他没有选择 对准美国 为什么美国那么紧张 就是大一千做的 他一看全世界什么都对准他 我一共就这么大 你们一起来 我完了 其实美国最不敢打 他都是这种瞎扶的 然后搞你泪乱 美国最后搞人家泪乱 哥哥打弟弟 弟弟打哥哥 然后两个人喊来 不要打了 打什么 两个都给我好处 他就一关的政策就是这样 所以我已经讲了几十年了 美国是最坏的朋友 是最好的敌人 你看他的历史就这样 你跟他交朋友 他就出卖你 可是你做他的敌人 他会美元你 他会帮助你 很奇怪 这非常奇怪 其实没有什么奇怪 我们现在来回想一下 什么叫美元 什么叫美元 他真的拿钱帮助你们 没有那回事的 你要了解美元 你要了解打牌 打麻将 打麻将三家都输官了 那我一个人干嘛打呢 输得一毛钱没有 大家就抖了 我说不能还要打 能不能打 借你赌本 借你 就叫我援助 最后再赢回来 一定是这样的 任何事情 我再说一遍呢 看得高一点 看得长一点 看得深一点 你智慧就出来了 现在人就是很麻烦 完全没有这个修养 然后到处去讲一大堆东西 大家有没有发现 现在你去打人也好 你去战争也好 最要紧是什么 最要紧是找到震荡性的理由 一定要找震荡性 你没有震荡性 全世界都骂你说 你打不下去 世纪整个完了 所以每个要打伊拉克 怎么办 找震荡性的理由 因为你这样不对 那不对 那不对 等到事后发现 全部是这样 他已经下任了 在这下任的事情 所以民族国家 有任其志 好处就在这里 前面乱搞 后面 上公 一公 我公 我公 这个也是很倒霉的事情 我在告诉各位 任何事情 都是有利有弊的 你看以前用推举 也不对 后来用考举 也不对 现在用选举 更不对 怎么办 很简单 道理非常简单 就是把三个一起用 你就好了 我先考一考 连考都考不及格 你就算了 死心他地 考取的人 名单一公布 大家一推举 大家都说 好 就上来了 后面还有名额 事实在没有办法 选了 这才是好办法 但现在大家不走这条路 反而是单一的事情 其实都不可靠 一定要多元 所以我们嘴巴一天都讲 多元多元 但是最后我们选定的时候 都是单一的 这是人类很大的问题 你从这些角度去了解 你知道 做人是什么 规规矩矩 能做多少算多少 也不要勉强 最后就是四个字结局 阿弥陀佛 算了 我消极不消极 一点不消极 这非常积极的 因为你不知道 最后是怎么样 你就应该努力 可是你努力以后 知道会最后怎么样 那就没事了 我现在送各位两句话 你从此其他的都不必求 你就就做这两句话就好了 事情没有发生以前 你要好好用心 考虑周全 以防不测 事先很用心 预防一切的错误 但事情已经发生 你就高高兴兴去面对 就接受 我问心无愧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管别人怎么说 这就是一生 你怎么 其实孔子讲的话就是 近人是听天明 不能放弃任何机会 但是有成功就有成功 没有成功就拉倒 因为那不是你人力所能控制的